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财经系助理教授郑廷怡娟教授 各位观众大家好 你每次来我都要再讲一次爱 从负债两千万到赚上亿的教授 邀请到资认分析室连钱丸 大家好 大家好 以及财经专业赖先生 憲哥 大家好 大家好 欧毛头部总监财明章 大家好 邀请到财经系助理教授朱月中 大家好 以及我们资深财经记者余建源 建源好 各位观众大家好 小元今天又要来踢馆了 还要来踢馆了 还要来踢馆了 对 没错 而且昨天有备而来 信息满满 今天也信息满满 好 我刚刚来看 在今天大家最关注的当然是 苹果发表会才刚发表完 为什么股价不涨反跌呢 我们看到昨天大家最关注的 当然就是iPhone 12了 有四款5G iPhone 12来了 少了豆腐头 最低价两万三千九 有四大亮点 我们都会帮您总整理 而且大家都说iPhone 12的销量 有望创下史上最好 大摩还说超级换鸡舟来 会上看2.4亿支 iPhone 12全系列一亮相完之后 反而又说台积电渴望受贿 通通是利多 通通没有涨 有什么 对 这个iPhone 12在公布的时候 情况非常非常棒 你看那个照相的功能 有多强多强 那个晶片的东西的话 神经网络的晶片的话 可以成长多少多少 所以这么好的情况之下的话 为什么iPhone的苹果的话 却跌了2.69% 重点是市场质疑 毛利率会夸生问题 怎么说呢 你想想看 4G它的晶片的模组 有射评这个 4G的时候iPhone 11是55块 55.5美元 像5G 5G低级的Sub 6这个东西 它的成本是75块 你是说零件成本是吗 对 就是关于晶片跟射品这个成本 75块是比55.5大概多20美元 另外还有一个叫毫米波 毫米波它的成本是125块美金 比55.5美元的话 多了将近60几块钱美金 既然它的平均价格 降了6% 我成本大幅的上升 但是我的售价既然是减了6% 所以大家会认为就是说 你iPhone的话 会造成你的毛利率的话会下降 所以今天跌2.69 好 所以为什么苹果股价跌了呢 老师说 因为它的售价其实并不高 但是它多给了很多 跟5G有关的零件 而这些零件成本 你算一算就发现 它的毛利降低很多 所以关键在5G 小圆这一次的iPhone 12的5G好不好 好 那这次5G很棒 但是我简单来讲 这次的亮点有三个 价格 夜拍 超耐摔 那我先来讲价格 君姐 你看到这张CG对不对 它价格的魔鬼藏在细节里藏在哪里 第一个 它的最便宜的64G是23,900 但是我们对比iPhone 11的话 它最便宜是24,900 便宜了 感觉便宜了1千块对不对 但是 但是 它们的主力的机种 其实是iPhone 12的6.1寸 是 其实6.1寸并没有比较便宜 是没有比较便宜 我们本来以为6.1寸会卖的跟iPhone 11一样 但其实稍微过了一点点 6.1寸卖26,900 对 原来的iPhone 11是卖24,900 没错 但是它还是有一个亮点 它最贵的是48,900 但是iPhone 11最贵的都是 48,400 对 48,400 iPhone 11最贵的是5万2千多块 差了4千块 5万2千4 是差了4千块 所以它反而最高阶是便宜的 让大家觉得说 好像有变便宜的这样的错觉 但是说回来 这次最大的亮点 第一个当然是5G 我们给大家看一下 它的iPhone加上5G 它会呈现成什么样子 这个画面是它在发表会 发表会的iPhone上面 放了5G之后 这画面你看到 123456 有6个框 同时在转播什么 转播一场NFL的球赛 这是靠5G 跑6个画面 一般的手机 你如果是用4G的网络的话 基本上不可能同时跑6个画面 一定会lag 一定会卡来卡去 但是5G超级顺畅 就是它一个很大的一个亮点 第二个5G如果用来传输照片的话 照片拍出来画质会更好 脱画面 这个是iPhone12用来拍电影 你看它放在车子上面 然后拍在大沙漠马在跑的 慢动作或是快动作 看到马在跑的那个雾画 然后每颗细沙 感觉都拍得很细 有没有 然后你看它拍到天空 就算这么晃的画面 它一样拍得非常非常顺 另外一个最厉害的是 它在拍照 菁姐它这次强打的是夜拍 你知道它在夜拍 这次它把它的光圈 从1.8变成1.6 等于它的吸光量多了两成多 画面上这个是它夜拍 基本上你在黑暗里面拍的话 不只拍得很清晰 后面有一张这张照片 是没有开闪光灯的 人还是这么清楚 你能想象吗 在晚上还能拍得那么清晰 所以它这次主打功能 夜拍让人家觉得非常非常惊艳 好 所以5G功能确实有让消费者心动 蛮想换手机的 对 但菁姐还是没涨 对 它的重点是这样 就是说好 今年高阶手机卖得不是很好 所以原则上我的价格 我就订得比较便宜一点 薄利多销 另外我要弥补我的毛利 我的营收 我从哪一个方向来看 我其他的周边的产品 HomePod mini HomePod mini 什么意思呢 以前卖349块钱美金 后来跌到299 这一次的话是卖99块钱美金 你看看 从349 299 当到99块钱美金 那它这个主要的重点是在卖什么呢 也就是说 如果我今天一个iPhone 我放音乐 HomePod的话 就会把音乐在家里面放出来 两个就结合 而且它是联络家人最有好的感情 一个HomePod mini的话 你随时可以跟你的家人 比如说他在开车 跟他开CarPlay的话 可以两个的话 做一个联络的一个动作 如果你的所谓的这个家人的话 是用AirPods的话 你用HomePod的话 可以通知他做什么东西 所以原则上 它是一个家庭的联络中心 那这个HomePod mini 卖99块钱美金 它还可以关灯 还可以做很多家庭的动作 扫地机器人赶快去扫地 他马上就去做扫地的一个作用 它本来是一个控制中心 对 它是一个家庭的控制中心 而且只有99块钱美金 所以原则上第一个重点 它就先把这个HomePod mini的话 虽然便宜 但它薄利多销卖多了 卖多了之后的话 就把iPhone12的毛利把它拉高 把整个营收的话 做一个拉高的动作 所以第一个它薄利多销的话 它用HomePod mini 来做一个促销的动作 第二个充电器 充电器 充电器过去都两三千块 它这一次这个所谓的 MagSafe的一个充电器的话 它只卖多少 它只卖1199块而已 你看 它就把它这个东西的话 黏到这个手机上面 因为以前的这个所谓的 这个充电器有时候不太准 它就像有个磁铁对不对 对 它有个磁石 你不会放错位置 对 它那个磁石的话 会很准确的去对准 然后充电的效应的话 就会比较好 也就不会浪费你的这个充电器 所以原则上 它这个充电的效果的话 是非常高的 一个才卖1199块 过去像这种东西的话 都要卖大概2600多块 现在一个无线的 而且准确率那么高 只卖1199块的话 用这两个东西来卖的话 让它引收拉升上来 把整个毛利率也提升上来 这就是这次苹果的策略 所以苹果这次是用 薄力多销策略了 它是用东西打便宜一点 然后能够把量充出来 所以除了iPhone 12之外 另外的亮点就是HomePod mini 以及它的无线充电器 小人今天有带道具来是不是 对 这次的这个无线充电 让它觉得很惊艳 为什么 因为它后面 其实简单来讲 我手上这个是iPhone 12的模型机 所以我就是道具 对 又是道具 那基本上它就是后面 有一个类似锡盘 它装了一个壳之后 后面有一个锡盘 可以固定住你充 无线充电的位置 所以你可以拿着 随时无线充电 然后只要那锡盘吸住 就可以充电 这对一般人讲 好像不是很理解对不对 可是这很重要 为什么 因为之前无线充电推这么久 为什么一直都没有办法成功呢 因为假设我现在无线充电了 我现在直接是想试给大家看 说无线充电会怎么样 基本上我现在无线充电 我一定要怎么样 一定要摆得很准 所以不好用吗 现在在充电了对不对 但是我如果摆歪一点点 就不能充了 再歪歪一点点 就不能充了 这个我每次用就很生气 因为一放上去 因为它充了 早上睡起来没充 所以基本上 它多了这个迟时的功能的话 超级好用 另外一个刚补充一下 那个连总刚讲的那个 那个 轰帕迷你 这次很厉害的 是他可以 听声辨人 我给大家看看 什么叫听声辨人 基本上它有很多功能 但是你它放在家里面的时候 它随便问这个轰帕迷你说 我现在的行程是什么 这是妈妈问 然后他就会马上回答妈妈的问题 但车子只要问他 有任何问题的时候 连接到轰帕迷你 他也可以认得出来说 这个是爸爸在问的 那其他的话 儿子在问说 我今天有什么课 然后女儿说 我今天等一下要干嘛 要打给谁 他全部都可以认得出来 然后帮你的这个iPhone 里面所有的行程连接 马上回答 就是他厉害的一个地方 所以未来你家的管家 你又放一个三千块的东西 管家就是他 他会搞混吗 他不会搞混 他不会把小元以为是别人 不会 然后万一小元的儿子去问说 今天晚上我要跟谁约会 他说不小心 他说说Mary Helen 那你就惨了 那我就把他给砸烂 对 所以基本上不会 所以他这支厉害的地方 也在这边 听声辨认 还有什么亮点呢 还有一个非常大的亮点 就是说过去我们做一个 所谓的手机摔的一个实验的话 一般来讲是一公尺 一公尺摔15次 摔第15次的时候 他会稍微有点裂痕 这个手机算就不错了 这一次的话 苹果的话它是两公尺 不是一公尺 是两公尺 两公尺都摔不过 两公尺15次的话这样摔 稍微有点裂痕 15次就这样的一个方式在摔 那你看那个摔的速度是很快 摔15次两公尺的一个高度 这样摔 那一般的手机一般是0.8公尺 那一公尺已经不错了 现在是两公尺 所以这一次的特色的话 就是这个iPhone时候很耐摔 对 所以这个的话是一个非常好的效果 另外据说它有光达LIDAR扫描机 对 用光达你手机一看的话 全部都是立体 这是晚上 所有建筑物的清晰度的话 都非常高 这是为了什么呢 就是用AR扩增实镜 要扩增实镜的时候 就好像我们一个空房子 我们可能设计沙发放哪边 我们宿舟放哪边 电视放哪边 我要做飞食测具的功能的时候 我玩游戏明明是不是空的 我玩游戏假设这边火烧起来了 那我要怎么跑 要怎么跑 你可以在你的手机的话 就用光达来玩AR扩增实镜的一个游戏 像这个鸟的话是虚拟的 这鸟的人是真的 但是鸟是虚拟的 那你用光达的话 你可以发现它这个整个 一个所谓的这个清楚度 还有准确度会比较高一点 因为光达它比较能够立体 而且它距离会测试比较好 光达它是用光感测 经过小圆和连老师一解析之后 昨天的苹果发表会 到底重点在哪里 我们终于搞懂 不然昨天看到ALLEN也不知道 要让它看什么 好来 那宣估方向呢 好 我想我们就两个 第一个的话还是以MagSafe 因为这个过去的话 因为以前我们的这个电脑 这个是充电的嘛 对 以前充电 后来就没有变TopC了 它就完了 那现在变成 我充电 无线充电 用MagSafe我把它持住 我的这个所谓的充电效果就很好 以后大家就会用这个东西 因为它的充电效果会比较好 无线充电大部分都会用这一种的 所以它又活起来的 但是它获利还是不好 因为以前真的不太好 但是我是觉得这个是有前瞻性的 9月你说创新高 然后你可以发现 但是今天股价表现不错 还不错 所以原则上大家对昨天的一个 所谓的发表会的话 早上的发表会的话 其实觉得还不错 那股价的话是量还没有出来 但是我觉得这类型股票 因为它未来一个前瞻 现在MagSafe的一个希望之下的话 我个人认为它有冲到40块的实力 所以短线的话 还是可以注意很好的买点 这是在反映 刚刚小元说的无线充电提侦 我们回到刺卡再来看 那瑞宇反映的是什么 对 因为超宽品的话 其实是两档股票 一个的话是林马克 另外一个的话是瑞宇 但是如果以集中度 营收的比重比较高来看的话 那瑞宇的比重比较高 但是最近的高价股 可能表现比较差 所以应该等比较适当的买一点 比如说370以下这个地方的话 来做一个买件的工作 370以下 再来逢低承接 超宽品就是5G要用到的相关技术 定位 主要说跟蓝牙的意思是一样 那HomePod mini就是用超宽品 所以它是反映HomePod mini HomePod mini 因为我觉得99块的话 可能会跟亚马逊 会跟所谓的Google的话 会胜面的竞争 应该是蛮有机会的 好 瑞宇反映的是超宽品 超宽品反映的是 昨天HomePod mini的李多 不紧接着回到盘面 昨天在美国股市 除了苹果 李多不涨之外 我们发现昨天美国股市的下跌 其实跟两家公司有关 一家焦生 焦生他的疫苗经过研发之后 现在他说在试验的过程中 接种者出现了无法解释的症状 所以紧急喊停了 叫声大跌 好 另外 川普曾经胜赞过的 里来抗体药 第三期的临床试验 也喊咖了 这两家公司一喊咖之后 大家想糟糕了 疫苗是不是到现在为止 还没有突破性的进展 甚至本来充满希望的 现在要失望了 所以美国股市昨天跌了 对 所以美国股市市大指数 收黑的一个凶手 就是刚才阿关讲的疫苗喊停 那不到24小时 焦生 里来都宣布了喊停 股价大概分别都跌了2% 为什么 打击市场的信心 股票去到天顶了 结果你的救世主 还没有出来 这个疫苗没有办法研发成功 而且大家本来期待 是不是明年年初就会有了 甚至最快在今年年底 还有人猜测过 川普的十月惊喜就说 疫苗出来了 结果现在恐怕都要落空了 好 我们看一下 这三家都是最顶尖 最顶尖疫苗研发的公司 焦生 它的实验者有6万人 现在是所有疫苗当中 这个实验的规模是最大的 现在不明的原因 那不明的原因 这个志愿者 他说到底是疫苗还是安慰剂 产生了忽面的反应 不知道 假如是疫苗那就更糟糕了 但是你说这个焦生 其实还满厉害 它的疫苗的话 大概在零下的20度 可以保持两年的稳定 其他的疫苗都要零下60到80度 而且是单剂 别的疫苗都是要打第一剂 隔28天 再打第二剂 很麻烦 你猜怎么现在说再多都没用了 人家喊咖了 表示这个疫苗已经不可能问世 这么厉害都喊咖 那不厉害了呢 对不对 好 再来 李来 李来 我们知道这个川普不是得到新冠会员吗 就是用一种疗法 这是李来的这个竞争对手 叫再生远制药 但是用的是同一个疗法 就是从新冠的患者 血液里面的样本拿出来 研发 被认为是最有可能成功的疫苗 这下子 川普那时候讲 我就是靠这个护眼的 话刚讲完 这个李来就喊咖了 所以李来股价也跌了 好 那9月份的话 就是牛津大学 跟这个阿斯特杰利康 他们合作的 也因为一个脊髓眼的问题 也喊咖 那我要告诉大家 现在全球 大概200多支的这个疫苗在研发 只有10支 进入了三期 那美国4支 中国4支 另外两支就英国跟德国各一支 那美国4支 现在有两支 一半喊咖啦 就这个叫生跟力 中途阵亡 那中国的资讯不透明 我们看一下 所以你也搞不清楚中国的情况 中国有一家 现在最领先的叫 中国国药集团子公司 中国生物技术公司 居然跟北京政府在协商 我的那个实验者 不够 海外的留学生 来 打 免费打 听说15万的人要去打 难道是白老鼠吗 其实他这个 中国生物技术公司的话 提供了武汉市政府 那20万剂 可以10万人付 他的董事长叫 这个杨晓明还夸要说 我从3月22号以后 我就没有戴口罩 也没有得到新冠 真的假 三月多 你就有疫苗了 就自己打了 那这个资讯高度的不透明 但是回来讲台湾 你就跟普丁说 我女儿也打了疫苗一样 你普丁女儿打了 也不代表我敢打 好 我要说明就是 疫苗的研花困难度极高 那台湾呢 台湾的疫苗 东洋说有了德国的疫苗 那那个疫苗到底 我看东洋已经长了两支停板 他是代理的德国 BioNTech的一个疫苗 那那个疫苗现在 整个实验的进度是 他7月份 第一期的数字公布了 有一些有免疫 但也有一些副作用的花烧 那随后就二期跟三期就进行了 他准备在10月 这个月要公布结果 所以最好是成功 然后他是招募了三万人 那中国的这个复兴 这个制药的话 8月份跟他合作 那中国有72个人 也要打这一款的疫苗 但不晓得有没有成功 所以东洋的股价已经飙了两支 其实不要乐过头 我看东洋自己的声明稿都讲 这一次代理的这个BioNTech的话 是以公卫为目标 不是赚钱为目标 美国一季台币超565块 到时候你要把人家卖很贵 要从中间赚一个国难财 一定会掀起政治的风暴 所以这有两个层次 第二层次是 他代理的德国疫苗 能不能成功 现在还不知道 这人家是个问号 人家是个未知数 就算他成功了 他进口之后 也不可能为公司带来暴力 对 所以大家 因为他如果透过这个赚国难财 一定要被骂的 对啊 这个是会怎么样 赚面子 不一定要赚理智 这很重要的一个逻辑 那我们看一下 不过今天 然后那个气氛很难挡 掌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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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但是我们回到盘面 蔡总 做生计股不能那么理性 要那么理性 你就赚不到生计的钱 好 我告诉你 你哪一个做生计股的不是 对吗 几个月前的时候 你可以不理性 现在有更好的标的 你就要理性 我们刚才讲到了这个 昨天的iPhone 12 其实有一个最大的彩蛋 彩蛋的意思就是隐藏的信息 有一个最大的彩蛋 英雄联盟 英雄联盟在今年年底以前 会在iPhone 12上线 为什么 它用A14的晶片 5G比PR手机快50% 英雄联盟这个最受欢迎的游戏 过去只能在PC PC麻烦 现在假如可以用iPhone 12来打的话 不得了 所以iPhone 所以这是最大的彩蛋 真正的暗示说 没有 现在第二波疫情很严重 大家乖乖待在家里 你家里的附近 还不一定有5G的机器台 但是你假如拿来打这个游戏的话 一定可以杀一点时间 所以反而疫情严峻 远距商机才是重点吗 我给各位看 你每疫苗股风险很高 对 我给各位看 因为台湾没有办法感受 欧美的第二波疫情 但你看美国的股票 好 现在什么跌 嘉年华国游轮 我们直接看K线 昨天跌7% 又要破底了 看嘉年华游轮就知道疫情 对 美国航空 好 昨天大跌5% 我们看K线 又准备破底了 谁在涨 轮 远距商机那个轮 昨天大涨 大涨 我们看又要创新高了 Platon Platon就是在家里面 线上的那个 在那边健身那个东西 昨天涨了2.8% 直接看K线 一路走高 创新高 对不对 带亚电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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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笔电 美国最大的笔电 带亚电脑 大涨 你看K线 我们直接看K线 创新高 所以美国国游轮就跟你说 答案就讲得很清楚 远距的商机才是真正 你还在看iPhone干嘛 我们台湾 有有 你看今天 你看这些远距的商机 你看 涨幅都比那个iPhone的股票 那我特别挑 不一定在这里面 电竞的3540的要月 其实它今年EPS会达到7块 但整理很长 昨天我们讲过了 就回党之后 量缩很长一段时间 但有EPS股票 现在又上来 今天涨了差不多6 7% 这样的一个弧度 那另外一档的话 我们来看待遇 待遇就是家里面的健身设备 就是跟Panelton他们合作的 那这一波 它今年EPS可能5 6块 那这一波它也是高点之后 整理很长的时间 经过量缩 但今天还没有动 我觉得是可以留意的 所以蔡总似乎在暗示我们 这波疫情没那么快过去 我们还是买一些 给系在家里 好好的过完今年的冬天 甚至明天春天 可能还是得在家里打电动 好 不过我来谈行情 好好的谈一下行情 今天这个行情 有一点担心 为什么呢 今天涨的通通是这种 什么10块的 8块的 7块的 6块的 4块的 今天所有 观众朋友 你看到所有的涨停板的股票 几乎全面都是鸡蛋水饺股 当这个盘涨到 这些鸡蛋水饺股 是不是代表过热呢 郑老师 那我个人认为不会 那事实上台股的话 今天学生股不是就投机股吗 这个是虽然投机 但是现在我个人的看法 到目前1万2千8百多 那准备阴量的再走一波 那最主要原因的话 我们现在应该是看台积电的法说会 明天的话 对 法说会 那我们之前看到苹果 刚才就是说它花表新机之后 没有涨上来 那不要用一天来论苹果的股价 那这个绝对后面的话 我个人认为在川普 美国先级之前的话 股价应该会创13031 那很多人一定会 13031好 我们回来大盘 加权指数 对 加权指数 我们来看日K线 所以老师的意思是 在11月3号之前 13021 对 那你看一下 这个季线已经往上仰了 那之前的话大家都认为说 这个跌破季线 A线的话非常危险 那这一波的话这样走上来 非常强势一个危险反转 而且在这个地方 稍作休息之后 那量收刚刚好 那我个人认为应该明天的话 台电法收会之后的话 应该有机会往上攻击 所以老师是看好 那台积电只是做一个大元帅而已 后面的话 台电做大元帅 那后面如果都是料化怎么办 都是那10块5块 因为你要了解 整个市场一定要非常活弱 那活弱的话代表人气 所以那10块5块的是代表人气 这个不是代表人气 那因为现在在音量 台电要准备工之前 那先有这些 先料化做先锋银 那回到台积电之后 就会带动主工不对吗 对 这有看法 但是我们小元要踢管 来 小元 第一个刚刚老师讲说 台积电之后会涨 好 那我想要问一下老师 明天法座会就算是利多好了 那利多完之后呢 没有下一个台积电法座会 可能要三四个月之后了 那我们要期待什么 第二件事情 虽然现在iPhone发表了 但是平概股都在跌 看一下大力光好不好 从5000多块 对 降不降 对啊 现在跌到2000多块 那这样的一个大型的全资股 都在跌的情况下 我们要期待这小资股在涨吗 我真的很怀疑 第二件事情 你要一次踢那么多啊 好 那我先休息一下 天老师讲一下 好 来 第一个 第一个他说台积电 就算明天是利多 但你知道股价是反映未来吗 那未来今天除了台积电之外 已经利多实现之后 已经没有什么可以期待了 第二个他说 大力光这种平概股都在跌 所有的平概股都在跌 台股怎么涨啊 那大力光的大家都知道嘛 因为华为吊单嘛 这个是比较特殊的 就是大力光 其他平概股表现也不怎么样 红海也不行啊 红海本来我这档股票 我最近要写一本新书的话 我就跟你讲说 红海这档股票不会涨 因为它的毛利利 赢的利益 经历利利都很低 你要再梳理这样讲 对 那我说实在不要做电乘股 那我们为什么 我说现在大家都认为说 台股现在的本利比 已经到20倍了 那以前的人在看台股的时候 都会认为说15倍台股的本利比 如果15倍的话就高点 20倍的话很高 但是各位你要了解 我们整个环境的一个改变 现在的低利率 那我们的本利比不是跟 我们自己台股来比 而是要跟其他的金融商品来比 那什么叫本利比呢 对 你要了解 本利比的跌倒就是报酬率 那所以如果我们这样来比的话 一般来讲你有钱的话 你大部分会做投资的 应该就是你存定存嘛 就是最保守嘛 再来你有可能去投资债券嘛 那如果你从这样来比 假设说我们现在的话 我们看到9月份的话 所以现在台股的本利比是20倍 对 我们9月份的20倍 过去我们认为已经很高了 老师说不高 不高 为什么 你如果20倍的话 我们现在的报酬率5% 你的本利比的跌倒是5% 那你如果一年起的定期储蓄存款的话 它的定的那个一年起的利率是0.8% 那本利比125倍 那如果你看 那没有人傻乎乎放在定存呢 没有 你钱要放在哪边 那好 你就放在美国一年起的 公债它的值利率是0.13% 它的本利比770倍 老师 不能这样比 这样不能这样比 因为我们还是要比股票 在台股过去历史上面的本益比 我觉得这比较准嘛 比如说我把这个过去的本益比 给拉出来 你说20倍高不高 超级高 20倍现在现在在这里 那我们在2012年 这个是本益比合流图对不对 对 本益比合流图给拉 最高现在在20倍在这里 那我们看一下上次20倍是什么时候 好不好 2012年这时候 最低点那时候20倍 然后之后突破20倍之后 就一路一路往下都在15倍走 那现在突破20倍 那我们真的能期待到25倍吗 再来 我们看一下这合流图不准对不对 我们跟国外比好不好 国外比准了吧 来 国外比的话 台湾是19.57倍快20倍 我们只比美国跟深圳低一点点 韩国 英国 日本 巴西什么 都比我们还要来得低 让我们比较厉害 这我很怀疑 好 来 我们的北一比跟国外比 我们算高的 用河流图的历史轨迹来看 我们也算高的 那你想一下过去的话 我们一年起的定存利率会那么低吗 那我们之前的话 你看过美国一年起或十年起的 美国公债值利率会那么低吗 那以前就没有看过啊 所以你以前的话从来没有看到 美国的利率真正降到 美国联邦基金利率降到零 再加上无限量的QE 所以你用过去的思维 来做这样的一个比较 各位 你就如同什么样 经济水里面其他条件不变 那其他条件不变的话 你用那个图来看的话OK 因为我其他条件不变嘛 我的利率的话 当时可能是3% 4% 但是现在利率已经降到零 或是我们又无限量的QE 所以你看所有的金融商品 相对的它的报酬率都下降了 那很简单嘛 所有的金融商品只有这么多 那你到底要选择 当然一定是选择 它的报酬率最高的吧 好 就是在低利环境之下 钱往哪儿去呢 每地方去之后往股市去 老师逻辑是这样 没关系 我要吵 明天就知道谁对谁错了 那你是小圆踢管踢得对 还是老师说的有道理啊 老师意思是 历史不必然会被复制 好 那老师这个时候怎么选股呢 那选股的话我一直认 风力发电跟所谓的运动风 应该今年跟明年 甚至于更久 都会非常棒的一个标的屋 那刚才 你自己在家里有运动吗 我在家里没有 你没有运动你还买运动风的股票 没有 运动风的话 因为我在学校教书 我一定会上课的时候调查 我每一次要买一个产业的话 我一定会调查学生 到期你们现在有没有在上健身房 那里面一百个 里面大概有七八十个都有去上健身房 所以在这种状况 就是我的显古的好方向 那我们现场也来调查一下 来 你调查是学生嘛 对 学生比较准 七十到八十个上健身房 你要调查他们的小孩子 来 我来调查一下 现场有上健身房的请举手 来 所以我们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七个里头只有两票 那个连绩有差 因为我是走路 我是走路 我是到了 走路也算移动了 好 股票 那再来的话 风力发电也是我一直 一年来一直持有的股票 那我们来看一下 你看今天的话 我们看到 那个中国大陆的风能 就是力电的话 你看指示是不是 各位这段期间是不是大涨 那你再来看一下 它的个股里面 各位有没有涨二十八 九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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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就是所有的 风能都大涨 对 都大涨 那所以当然 我们又来看我们台股 那我们台股的话 我跟各位建议 大概四档股票 那第一档的话 滑翔 那这个我大概二十几块 我一直在讲 我就持有了 那今天的话 今天就选一档好不好 今天选一档 那今天就选亚历 为什么 你要精英中的精英 没有 这个已经创新高 就常投资了 亚历 好 来 1514的K线来一下 你是学亚历还是华城 你先想好 1514 来 各位你看1514 各位你看 所有的风力发电 我一直在买的四季钢 上尾控 它都是创历史新高的 那我们看到亚历的话 这一段期间的话 你看的股价 股价的话 它跌下来修正完了之后 各位现在已经站上的 季线 季线已经往上扬了 那以目前来讲的话 它又跟台积电之间 有关系 因为台积电 它的五奈米 或是所有的制程 最怕什么 地震跟断电 所以它是不断电系统 所以台积电跟它之间 有签了一个 不断电系统的一个合约之外 它今年的营收 大概有机会 创50亿 老师 来 晓云 我每次听到太阳能 宫电 我心里就啪啪创 每天看它这样子长 长到天上去 但是有你炭气吗 我们看随便举个例子好了 太阳能给大家看一下好不好 今天都很厉害 每一檔都 这个断负负负负 所以这今天大涨的太阳能 没由一支贪钱的 我跟你说 太阳能那里内只有下游可以买 中游上游不能买 好不好 不会赚钱 所以这个下游安急 这是最下游的 不会让你开的 对 当然这个是有投机嘛 所以这太阳能的话 老师刚刚讲的风电有没有投机呢 烘電沒有投機 因為那烘電現在只是前置期 那還有第一級 第二級 第三級 他剛剛你擋了那一檔 到底賺多少錢 他大概今年可以賺到兩塊錢 今年會賺兩塊錢 那還有一點 你剛才如果有注意到的話 剛好北溪星風力發電網 有一個消息 那個消息叫風能北京先年 那風能北京先年最主要是講什麼 中國把力電作為未來30年60年的 一個策略目標 那為什麼要這樣策略目標呢 這個是為了配合其他大在聯合國 第75次的演講的內容裡面 有關於節能力電的內容 所以中國大陸也在發展力電 那台灣的話 以目前來講的話只是剛開始而已 那再加上美國 你這個有點像 這個一日行情的那種感覺 怎麼說 今天剛好為什麼掌 今天掌剛好 那個蔡英文她剛好去參加這個 相關的這個太陽能風電展 所以大陸反應習大大 對 今天她今天去了 那所以漲了 然後每次他們只要這些 一去某些場的話 漲一天之後就有點下來 然後再加上 這個一定是拜登概念股 那萬一拜登沒上的話 他是不是就下來了 老師這會不會是一日行情 老師剛剛講的亞歷 會不會是一日行情 我跟你講不會一日行情 尤其你看華城 我個人認為 像這個你都可以報一年以上 報一年 那像我華城 老師你賭更大了 亞歷的話 我是因為18塊的時候買的 那到了三十幾塊賣掉 那我今天再買進去 那為什麼 我認為她季線站上去 我請 好 亞歷今天是售28.75嗎 對 一年後我們再來看老師準不準 那當然是 不過我們先驗證昨天 因為昨天小人也來踢館 昨天踢的是豐開平的館 對不對 我們來看看豐開平 昨天爆的股票是哪一檔呢 這個是爭槍實彈的 九玉 九玉今天很厲害 今天開高震盪 不是一開 反正就所長廳 表示所有人都買得到 開高震盪 所長廳 所以亞歷老師 我們明天會看看你的亞歷百姓 好 那當然 加油 好 當然明天的事情 就是台積電的法書會 我們來看看台積電 在今天有什麼樣的消息 除了明天要展開法書會之外 台積電現在狂掃全球的EUV 看台積電狂掃三星極了 那又不得了 讓你買光了怎麼辦呢 所以現在據說 三星少主親訪 艾斯摩爾也要去拉貨 那台積電為什麼狂掃EUV 一定是對半導體 未來的景氣看得非常好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 整個半導體供應鏈 全部打塞車都在漲價 上從半導體的晶圓代工 到甚至從台積電漲價 漲到8吋的 8吋的漲完之後 現在連6吋的也要漲價 到最下游的封測 第四季漲價也要超過一成 所以半導體熱呼呼 憲哥 對 那台積電目前展開的是 一個報復行動 它等於就是跟三星宣戰 因為什麼 因為未來 三奈米所有的EUV 超過五十台 總鍵起來 總要撒毀 全部打包 缺少貨 艾斯摩爾它所有的 能夠做差不多75台而已 台積電就買超過25台 吉他 三星買你去買 所以說對台積電來講 這等於就是跟三星宣戰 那為什麼台積電這一次 敢跟三星宣戰 因為它的5奈米 現在它目前是5奈米量產 對不對 因為今年剛好是華為的集單 它竟然在四個月到五個月裡面 幫華為趕了880萬顆 所以他說 這次艾斯摩爾的EUV 很好用的 第一個 它的一個穩定性非常好 第二個 它的超越性非常好 所以它的量力提升得很高 所以這樣乾脆 我明年後年的三奈米的 你所有EUV的機器 我整個中掃 它說很簡單 我現在EUV那如果EUV把它掃一遍過 以前的EUV要掃到三遍到四遍 所以我的時間縮短 我的量力又提高 也因為這樣子 所以現在三星極了 所以李大榮現在趕快跑到這個 艾斯莫爾去 快點快點 我的愛不愛 他本來明年要交10台給他 現在聽說可能多一兩台 但是三星這就報應你知道嗎 報應 三星就撩白了 以前不是用這樣 2017年7奈米 那時候 師母一年可以做12台而已 那個光刻機12台而已 因為蔡司的一個鏡片 他累嘛 他12台直接想要多少 買10台 台積電眼鏡金金金 有錢買不到會存兩台 另外 那個歐雷 歐雷那時候騎乎 騎乎有一個叫做爭肚機 一年可以做7台 他全都要5台 5台都要出2台 政東方1台跟LG1台 所以三星以前都跟機台 都跟人家接了 是啊 所以說這部 台積電把它握起來了 所以說以奇人之道 還至奇人之身而已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台積電 當然明年最重要的大事 就是它的法說會 現在所有的預估 都是非常樂觀的 我們可以看到台積電 明年很有可能會釋放 理多 除了台積電機源代工 上游熱呼呼之外 現在連8吋的 連6吋的也漲翻了 所以8吋機源代工需求很強勁 現在連貿易 他說我6吋的最近也好熱 也很多人來跟我要單子 但此時此刻還能追價嗎 我們來看一下 因為台積電的8吋 本高連電的8吋 幾乎都已經全滿了 對 那全滿了連世界現金也全滿了 現在沒有這個要怎麼辦 去找6吋的 所以貿易抓到了 但是 並且事情穿著想 聽說最近朝鮮城吃飯的時候 跟人家透露 他說他非常後悔 到中國大陸去投資 因為他2019 他的核建本來要上市後來自己撤掉 2017 其實他跟廈門的連心 到現在來講 一路虧錢虧到現在去年就虧了多少 25.7億的人民幣 另外他跟福建的進華合作了 結果被美官告 現在那個官司很大條 他說如果時間能夠倒流的話 他不想到中國大陸去 那中國大陸為什麼 因為他最主要希望竊取台灣半導體的技術 那技術很簡單 第一 挖人 挖老闆 挖員工 兩倍到三倍給你挖過來 第一 我們簽個三年 五年合約 當技術竊取到以後 我就把你撤掉了 所以現在其實在整個半導體 這個過程裡面 其實中國他遇到了一個 非常大的一個威脅 但是你不要講說 現在上游在缺貨對不對 八順六順在缺貨對不對 下游也在漲價 一樣 你現在上游在吃緊 下游在緊吃 現在連風車都撞到了 連日月光 連那個超風 最近他們八月所有的產能 全部滿載 然後他的訂單跟產能比是1比3 也就是說訂單已經超過三成到四成 所以現在第四季他們要調10% 所以他們現在封測也撞到了 信說大陸的封測龍頭 最近出事了 台灣的封測 又撞到一支槍了 不管是上游 中游還是下游 整個半導體都在漲價 所以我們先從上游開始談 好 那上游 台積電 連電 我們先來看 台積電一定要看 台積電明天到底這個 到底利多出境 還是說利多的開始 我們來看它的K線圖 台積電現在這樣的話 應該是屬於一個整理的格局 我覺得明天利多也不會利到哪邊去 因為那是2021年的事 對不對 三奈米 兩奈米 所以他拉回來 還是一個字叫做買 長線還是要買 我們來看2303的聯電 那聯電 連老闆都說 時光倒流20年 我後悔去中國的聯電 對啊 所以不能使時光倒流 春花再開草原心力 也不是當年置業 對不對 眼前的片刻雖然短暫卻當珍惜 這代表老闆在後悔 老闆後悔的話你就小心 老闆那個想說什麼 我那個冬天還沒完 美光的官司還在 那下去是一個股本就沒了 所以這個地方不要追了是嗎 對 我覺得不要追了 因為所有的利盾 最近我們光是講 這個8吋監量到6吋 都已經講到多久了 已經講差不多兩個禮拜了 所以我覺得聯電不要追了 再來台積電的資本支出191 不是今年 明年後年都要 因為再來3奈米 2奈米 1奈米 對 漢糖2404的漢糖 那2404的漢糖 現在是所有的設備股裡面 最便宜的 1PS最便宜的 它今年上半年賺9塊5毛7 第三季比第二季還成長 營收成長 那第二季賺5塊8 第三季也賺5塊8 超過5塊8 我們當作5塊8就好了 第四季再加上來 今年可能賺到15 6塊 甚至18塊 20塊都有 這一檔股票才剛剛動而已 好 所以這是低價股 有機會 說到半導體 中國大陸現在要拼自製 但是拼自製亂象又來了 在今天竟然又驚爆 一家半導體公司財報造價 所以我們來看 大陸現在竟然外傳 盛美半導體的財報有問題 外資的報告說恐怕是 瑞幸咖啡的翻版 說到大陸的半導體要拼自製 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看到華為5GGD台 現在沒了競爭力嗎 因為它裡頭的美製零件 就高達三成 這個時候拿不到美製零件 該怎麼辦 台積電參與得這麼深 台積電又不能供貨 又該怎麼辦 所以他們就要拼自己做 自己做現在大力釋放補貼 有補貼有錢 就有人想賺這個補貼錢 所以想繞補貼財 竟然現在連海產公司也來做晶片 晶片那麼容易做 海產公司也能做 朱老師 確實這一波真的是能撈盡量撈 好 當然我們還是先從華為看起 我們以前都常常看說 這隻手機像 譬如說像iPhone12出來了 等它正式上市的時候 一定會有人做什麼事情 把它拆解 看裡面是什麼 哪一家供應商 拆開來看最準 可是大家有看過什麼 基地台的拆解嗎 沒有 我想應該沒人看過 那自己拆秀發現糟糕了 所以你看日本媒體很厲害 拆華為的5G基地台 看裡面到底都是誰在供應的 結果一拆之後一分析 整台基地台估計的成本 大概是1320塊美金 結果你看到 光一個台積電其中 因為它用到很多晶片 光台積電 六成都是台積電生產的 尤其看中間那個最大那顆 說是華為海獅座的 可是你仔細把它放大 在它的下角那邊寫台灣 因為是台積電代工的 所以你看 整個處於中國自己自製的零件 其實一層都不到 那所以你看到整個這麼重要 因為對華為大的重點 都放在它的手機 事實上手機雖然賣了很多 營收很高 可是很難 真正好賺其實是在5G設備 所以你今天真的要對 讓華為能怎麼樣 你真的就是要把它5G設備 給徹底封殺嗎 所以大家去仔細看到 對不起老師我插個話 所以我們仔細來看到 它拆解5G的零件發現 這是日本的 這是美國的 對 這是韓國的 對 這是美國的 是 唯一中國的就是海思 問題海思的代工廠商是台積電 對 雖然括號寫中國 但其實是台灣 好 所以你再看到 華為這一波它做這些事情 那當然他們自己也要趕快研發 可是還記得我們在幾個禮拜前 我們那時候節目緊急做了 報了一個新聞什麼事情 華為實驗室火災 好 那當時我們覺得 好像也沒有覺得有什麼特別 可是現在人家去追究說 這個火災大有問題 基本上後來查出來 燒死了三個人 好 那也沒有什麼太特別 更重要的是 居然有中國的這個 政治評論家叫王亞軍 他其實小有名氣 有興趣大家去查一下 提到說 他這個華為的這個實驗室火災 其實是一點都不稀奇 他就跟很多中國的糧倉 動不動就火災了 有些科技公司的實驗室 動不動就火災 為什麼 上面的人要來查了 尤其是糧倉我倒糧 結果人家要來查帳 我沒東西可以給人家查 我就放火燒掉 同樣的我實驗室 我都跟上面說 我要做什麼東西 我報了一大堆的經費 我可以有一些成就出來 結果都沒有 人家要來查了 簡單放火燒掉 就表示他們真的做不出來嗎 真的就做不出來 問題是跟上面拿了一大堆錢 怎麼了斷 那當然就是放火燒掉最簡單 所以你看這件事情都在凸顯 中國的半導體市場 真的是非常非常緊急 就在這時候 美國的一個放空機過 這個J Capital Research這家公司 又在爆料 爆料誰呢 在美國掛牌的一家 中國半導體公司 一般稱為ACM Research的這個 叫聖美半導體的 說它的財報基本上是造假 大家看到右邊這一個 就是剛剛說的 這個JCP這家公司的報告裡面 你看我紅色框起來 裡面寫什麼 Dirty Business 一份報告開中民意就跟你講說 這家公司真的是有夠髒 裡面的財報根本都是造假的 所以他們說根本就是瑞幸咖啡的 斑板 你裡面的什麼財報什麼 通通都是騙人的 好 當然這個 這個聖美半導體他就出來反駁 說沒有沒有 我們即將公布我們的財報 你到時候再來看 可是就又有人踢爆說 你如果真的財報好 為什麼你在市場上借高利貸 這是第一個 他在市場借高利貸 對 就跟中國很多地產公司 都去發那個再動輒十幾%的 那種高利貸 不能說高利貸 反正就發很高利率的債券 你市場利率才幾%而已 你為什麼發年期十幾% 那表示你缺錢 就有問題了 那我們再看到 講到這個中國 這一波真的是超誇張的 截至到9月 居然已經有13000家新增申請 準備要加入半導體市場的 誇張到什麼程度 我原本是做這個海產的 居然也要再做 好 講到做海產 你看到這家公司很有趣 它原本叫做大連 大連一橋海生公司 它賣海生的 因為在很多年以前 中國人也很有錢 喜歡吃包生次度 高檔這些海鮮貨 賣海生的要來做半導體 好 後來因為我們都知道 中國人就開始打聲 高檔這些海鮮料賣不出去 所以他就轉型 他先轉型做什麼 做電腦的網路線上遊戲 趕到這一波的風潮 甚至你看 你看他像右下角那張圖 他看到中國在退一帶一路 他也湊熱鬧 做個一帶一路的競賽 可是他的一帶叫做寬帶 一路叫做網路 可是又跟中國的政策 要嘛就是在股市操弄 要嘛就是內線消息